哈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圣诞的景色 这个城市呢是萨尔士堡 还有林子 还有inspo 还有就是邻国的立陶宛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萨尔士堡了 那以盐还有音乐之都为名的 萨尔士堡城发展的历史 它是与盐息息相关的 在西元前八世纪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这里的上游里面聚集 去采盐矿的了 那直到现在呢 是一个文明而世界都注目的一个城市 但是今年因为Undepademic 2020就是一个大的挑战了 咱们萨尔士堡城呢 没有音乐会 没有演出 也不需要忙着打扮 应酬 聚餐 大购物等等 那么咱们就安静地欣赏一下 这个宁静的 世界文明的 这个都市里面的 圣诞景色吧 慢慢观看哦 慢慢观看哦 因斯布鲁克的名字是来自于英河和德语中的布鲁克这个桥 因斯布鲁克是奥地利第五大城市 整个都市地区大概有18万多的居民 因斯布鲁克是著名的滑雪圣地 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曾经在1960年和1976年 这两次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 有一个慈善组织SOS儿童春的总部 也是在因斯布鲁克 在一场流暗期间 在某 娘、女孩、少年 在一场就新年 在每一个女孩和嬷 在每一个孩子和嬷 在冬季中就有逾养 在休暖的夜 Lucas 在冬季中就有人想在冬季中 在冬季中,一刻有逾养 在冬季中,一刻有逾养 在冬季中在冬季中 在冬季中-法在冬季中 在冬季中、要逾养 在冬季中的冬季中 在冬季中石上 在冬季中的冬季中 这个国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之一 首都维尔纽斯 立陶宛北街赖托维亚 东南街白俄罗斯 南街波兰 西南街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 西边就街波罗的海 立陶宛是北欧理事会 欧洲联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联合国等等 深根公约及欧元区等 国际机构组织的成员国 立陶宛是属于高收入经济体 并且是较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 大家可以看看 参考一下 是由百科全书所编辑的 好吧 大家先看一看 他们非常非常安静的立陶宛国 共和国 这个圣诞夜 圣诞节呢 就是平安夜的晚上呢 到了教会的聚会完毕之后 我们就会与自己家里人 就是最轻的家人一起聚餐 然后大家就是非常忙碌的 过一个平安夜的晚上 还有有大概是吃火锅 但是这个是起锅锅 还有呢 就会大家在家里一起弹琴啊 还有吉他 还有其他其他的乐器 都可以组合一个小乐队一样 一起在唱歌 这里呢 有很多的 今天是星期天 有很多的 很短很短的小街 这个是一个奥地利的 上奥地利州林子 林子 它是在2009年拿到全球 首位的文化之都 这个 比如说这条巷啊 小巷呢 前面那个有灯饰的地方 那个是西西公主的御用大厨 他们家族所开的一个咖啡店 然后这里都有非常有特色的 一些这是牙科医生用的一些仪器吧 然后都在这有的卖的 是出售 这里很多比较有特色的小店 都会在这边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些很特别的 有百多年历史的餐馆 是西餐呢 西餐的餐馆 现在因为是星期天嘛 就比较 真的是没人 因为奥地利西西天是不营业的 这个 法修瑶 这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音响的 Hi-Fi 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东西 很快就到那个 这个是他们的 City的一个标志 名次City的一个标志 吸引很多小孩子 这些人呢 就是来喝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水果加酒所煮的 冬天所喝的茶 等一会我写一个名字给大家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就看 这个就是名次的标志 然后这里是圣诞灯 OK 好 大概这一边就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去市区市中心那边 看一些街道上的圣诞装饰 我们到市区的步行街 去看看这里的东西 哇 也有不少特质 这个特色就是圆圆的 大家可以看见的 麦当劳 还有 舒洛斯基 这门店 这里就是我们的步行街了 大家可以再看看 整条街 都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比较有特别 我们的电车来了 我要上车了 就暂时这样 不开了